习近平主席即将出席亚太经合组织 第31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和20国集团领导人第19次峰会 并对秘鲁和巴西进行国事访问 秘鲁和巴西各级人士指出 习主席此行彰显了中国对多边主义的坚定支持 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 携手发展 共同奔赴美好未来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具有历史性意义 习主席到访对于我们秘鲁来说也是历史性的 给我们带来新的合作机遇 我们希望在科技 基础设施和教育等领域 与中国深化合作 共同发展 中国在亚太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是秘鲁最大的贸易伙伴 我们高度赞赏中国发起的各项全球性倡议 这些倡议都致力于解决我们所有经济体面临的共同挑战 习近平主席访问拉美国家 并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这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始终从全球视角来思考发展问题 习主席强调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并针对当前全球面临的突出挑战 提出一系列中国方案 习主席的主张有助于建设更美好的世界 推动更具包容性的发展 中国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 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 中国在国际贸易和投资领域 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我们期待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中国在多边平台和国际决策中 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毕鲁和巴西各界人士表示 热切期待习主席到访 愿进一步深化与中国在各领域的务实合作 更好造福毕中巴中人民 毕中两国关系正处于历史最佳时期 两个古老民族齐心协力 在不同领域开展合作 我们希望进一步深化与中国的友好合作 为两国人民创造福祉 我期待习主席此行向各国分享中国的发展经验 帮助各国学习互利共赢的合作方式 我认为习主席此方也将会成为巴中关系的里程碑 中国与巴西建交50年来合作卓有成效 我个人也与中国合作了20年 当今的巴西非常渴望接触中国科技 包括人工智能 线上电商等 基于互惠互利 互学互建的两国关系前景十分光明 13